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以及一些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好,Diana你好 好,那我們上一集 我們都和大家分享過關於膽固醇這個問題 是吧 上一集說到其實膽固醇是一個很大的騙局 是呀,是呀 其實很多醫學上的資料 都提及 膽固醇其實會不會是一個 無終身有的病呢 是嗎?是莫須有的病呢 其實醫治膽固醇的方法 用了這麼多次 我和大家都分享過 用了很多很多的錢 來減少一個所謂風險 那個所謂風險的因子 但其實所謂的費用 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那我上次和大家說的資料 是有一本很細小的書仔的 那本書名叫做 Your Healthy Heart 那是一個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這個英國的一個出版社 就是醫生不會告訴你的 那這個出版社呢 我過去二十多年來 我一直都有訂他的月刊 他每個月都有這些 很新的資料 那他也出過很多這些書仔 都有十幾二十本 其中一本就叫做 Your Healthy Heart 那這本書呢 在我們陸蔡健康店 在中環和銅鑼灣的健康店 其實你都買到的 是十七本的 不是很厚的 大概都是一百四十多頁 除了這個參考資料之外 其實還有兩本書 跟大家都可以提一提的 那一本書就叫做 Colesterol Myth Colesterol Myth 那個作者是一位醫學博士來的 那叫做Ufie Ransko U-F-F-E Ransko R-A-V-N-S-K-O-W Ransko 那這個他寫的書呢 叫做Colesterol Myth 那翻譯叫做膽固醇的迷思 好了 另外一本書呢 由Anthony Coppo寫的 Anthony Coppo A-N-T-H-O-N-Y-C-O-L-P-O 那他本書呢 就直接叫做膽固醇大騙局 The Great Colesterol Coin Coin 你知道了 Coinman 是一個騙徒的意思 那這兩本書呢 我相信大家去Amazon呢 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就是如果 如果真的想 深切了解我們所說的東西呢 其實呢 你就可以參考這兩本書的 明白了 那但是其實有很多人 都有這個膽固醇的問題 他們又很擔心 那其實有些什麼 自然工具和方法 可以處理到這個膽固醇的問題呢 那就是始終呢 當一個人去看醫生 做很多這樣的試驗 就被人標籤了 你有這個膽固醇過高下 那他始終都是擔心的 所以我們要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需要處理的 你不理他都沒事的 那所以但是呢 始終我們都去想一下 就是有些什麼的方法呢 那其實我們再簡單些 導致心臟病的因素 其實有很多種 有成幾十種的 我們叫重要的風險的因子 叫Risk Factor 那其實將近有一半的心臟病 其實他的膽固醇的指數是正常的 一半有膽固醇的人 那而一半膽固醇過高的人呢 其實心臟也都非常之健康的 那就是說呢 心臟病和膽固醇 其實可以這麼說 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好了 但是我們也知道呢 膽固醇呢 通常被分為兩種 一種好的膽固醇 我們叫HDL 是高密度的 或者一種患的膽固醇呢 叫LDL 是低密度的膽固醇 但是事實上呢 膽固醇的背後其實都挺複雜的 就是說那個低膽固醇來說呢 其實至少有六種類型的 不是一種的 哇那麼多種 不是一種就是了 那麼其中一種叫做LDLA LDLA其實一點都沒有殺傷力的 而另外一種LDLB呢 就是能夠造成那個動物觸狀眼化的 就是我們的動物觸狀眼化這個因素的 所以呢 有些這樣的很激烈的研究顯示到 你雖然你可以大幅和快速地減低 那個 挪患心臟那個 血管問題的風險呢 其實膽固醇呢 那個指數呢 不會因此而改變了 就是就算你是將它風險所謂減低了之後呢 其實你所做的事情呢 其實雖然令到你的風險減低 但是你的膽固醇呢 其實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麼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資料呢 叫LYON LYON DIET HEART STUDY呢 那麼他做了一個 一個很好的心臟病 和那個飲食習慣的研究 那麼就是說呢 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已經將個人改變他的飲食習慣呢 是將他的那個 那個心臟病的危機呢 已經減低了 已經改善了 他的身體的狀態 但是呢 那個膽固醇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雖然他已經沒有什麼了 那麼可以這樣說呢 今時今日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就是降低膽固醇呢 其實可以一種是 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一種生意來的 哇 單單單只是說那個一個藥 就是Libitor 還有那個Zorca呢 美國分別是排第一 以及第五最暢銷的藥物 大家想想 非常之厲害 是的 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多少錢呢 2005年的數據呢 銷售總額呢 銷售總額是超過180億美元的 那所以呢 雖然我們的很多資料顯示 根本就是 膽固醇根本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要關注的病 但是因為有這麼多錢 是不是 一個利益的關係 所以呢 膽固醇一直還是繼續被人來推廣 那好了 那你剛才說 那有什麼自然的方法呢 是不是 有什麼自然方法 是真的可以改變我們的膽固醇呢 有什麼簡單一點的方法呢 其實自然的方法 通常都是我們食物裡面 在一個天然裡面已經出現的工具 那有一種的物質 大家相信都知道了 維他命 大家聽過了 那維他命C呢 我以為叫做瘀胱酸 Nyacin 那維他命C這種食物 可以說是很厲害的 它是可以 將我們的高膽固醇 即好的膽固醇 高密度的膽固醇 是提升它 而將低密度的壞的膽固醇 是減低它的 那就是一種簡單的食物 那維他命B3 Nyacin 或者瘀胱酸 是什麼食物有呢 麵粉 米類 菊類 花生 魚和紅肉 OK 那可以這樣說呢 即是一個很普遍的 都很容易吃到 都可以找得到的 好了 好了 那既然我們齊青華 現在一般的想法 都是壞的膽固醇 就會黏在我們的動物壁那裡 那隨著時間增長 就增加它沉澱 形成所謂的斑塊 那斑塊 那斑塊 那斑塊當然 就令到血管壁 慢慢變得窄 那令到血液供應不足 那於是呢 產生了我們心臟缺血的原著 心臟病 中風呢 就是因為這些斑塊破裂 好了 而引起的 而高密度的膽固醇 我們叫做好的膽固醇 因為它可以透過清除這些斑塊 即是可以幫你清道膚 這樣 減低這些低密度的膽固醇的混轉 好了 那 我剛才所講 Niocin 這種維他命B3 其實呢 是一石二鳥 是做到一些藥物基本沒有辦法做到的效果 因為大部分藥物呢 就是要是減低這些低密度的膽固醇 但其實不能夠增加一些好的膽固醇 那這些藥物其實只能夠減低壞的膽固醇 其實它沒有辦法增加的 那但是呢 Niocin那個瘀鹼酸呢 是增加高密度的膽固醇的比率 一直會保持在45%左右的 而減低低密度的膽固醇 亦比率是多到54% 那就是說呢 不論你怎樣都好 提高高密度的膽固醇 會是一件好的事 那這個是一般的藥物呢 是做不到的 那就是需要多吃些這類的食物 是啊 那就是我剛才所講的食物 那當然呢 B3呢 如果你的份量要多的時候呢 那你都可能要用一些 就是營養維他命的補充劑 那其實是魚呀 紅肉呀 谷類呀 那其實這些東西 大部分人都在吃的 不是說一般的食物 沒有看不到的 那有些人會想 哎呀我真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一吃到藥之後呢 很不肯停的 很擔心擔心的 那好了 用這個niacin呢 這個好處呢 就說呢 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不想停這些 這樣的降膽固醇 或者Statin那些藥呢 其實你可以繼續兩樣都做的 因為呢 一般的藥物呢 是只是能夠 減低你的壞的膽固醇呢 是不能夠提升你好的膽固醇的嘛 那你一面你便用你一向用開的 所謂的降膽固醇藥啦 是 而另外呢 你便可以加上那個niacin 就是增加你好的膽固醇 那雖然我跟大家講過了 上一次都 上一集都很詳細分析了 其實很多的這些藥物 本身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那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如果真正的大家了解呢 就不需要這樣做 OK 那因為呢 我們知道呢 用niacin呢 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 任何的嚴重副作用的 但是 就是有20%的人呢 如果用的是大劑量的niacin呢 就會出現一種典型的 叫做瘀胭酸的泛紅 niacin flushing 那面呢 會突然之間呢 會發紅啊 發熱啊 還有很癢的 那通常是一個高劑量的 瘀胭酸的治療過程才會出現的 雖然是有這個感覺 就是有一點附作用 這種所謂不適的感覺 但是呢 對心臟病的發術率 有很大的貢獻 那有一個研究指出呢 高密度的膽固醇呢 會增加 差不多成 6% 即是說呢 如果你只是把你的高密度膽固醇 增加6% 很少而已 那你就可以減低 致命或者非致命心臟病的發術率 22% 已經非常之好 沒錯 其實你也不需要說 要將那個高膽固醇增加很多 我說的是6%很少而已 但是已經減低那個心臟病的發術率 已經低了很多 那好了 那大家有時都聽過 就是很多市面上 很多不同的NIACEN 有不同的 即不是講牌子 有不同的類型 那哪一組類型是好呢 那有哪些但沒有那麼好呢 那也有時聽過 就是外面有些人標榜 那這種的NIACEN 就不會出現那個 就是泛紅 這種這樣的發痕發紅 這種這樣的問題 那基本上呢 維他命B3 有兩種基本的類型 那一種叫NIACEN 就是那個瘀鹼酸 也叫做瘀酸 也叫做Nicotinic Acid 或者一種呢 叫做瘀鹼酸 Nicotinamide 也叫做瘀鹼酸 Nicotinamide 那通常來說呢 我們有時醫生呢 就另外推薦另外一種 叫Inositol Hexaniacin 那這個是另外一種的形式 那因為發現呢 如果用這個的劑量呢 高劑量使用之下呢 都不會有這種泛紅 這種發熱 痕那種現象的 那但是呢 其實雖然它沒有這種 這樣的 副作用 但是它的效果呢 反而就沒有一些 純一點的瘀鹼酸 是那麼好的 還有呢 那個一般來說 B3 其實是一種很普通 很簡單的東西 那所以就要留意一點 有時候呢 外面有些產品 就打明標籤說 不會造成瘀反酸泛紅的 但是可能呢 它的含量呢 是類似於瘀鹼酸的成分 而不是真正的瘀鹼酸呢 那可能也都沒有辦法證實呢 它是不是好像瘀鹼酸一樣呢 降低 即降低我們的人類的膽固醇的效果呢 那所以有時候呢 都不要緊要啦 就是盡量用一下 那個Nyacin本身 那大家要留意那個劑量 和那個種類 買的時候 是啊 那什麼劑量呢 就會可能有問題呢 那通常呢 如果我們用在50個毫克 即是50個mg 到100個毫克劑量以下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高劑量呢 那可能會出現這些皮膚發熱 痴痛或者紅腫的 那這個只不過因為血液循環呢 是提升得很快 那但是你知道 那些泛紅症狀呢 是完全沒有什麼害的 只是身體有稍微不舒服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有些人呢 就是會選擇一些 長效釋放型的Nyacin 就是慢慢釋放呢 那就好過呢 就是釋放得很快的 那為了 為了減低這些泛紅的症狀 那當然呢 那有時候呢 你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啦 譬如將浸食那個Nyacin呢 那個B3的時候呢 配合食物一起吃 譬如吃一些低脂肪的點心 那或者呢 最重要呢 就吃了這個B3之後呢 就不要馬上喝酒啦 因為酒本身都會推動你的血液循環 那不要沖熱水涼呢 或者飲熱的飲品 那當然呢 也都有一些人呢 覺得呢 Nyacin呢 會有刺激你的肝臟的 那如果你肝方面有些問題 或者糖尿病的時候呢 那你都要看看你的肝的濃度啦 那一般來說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個維生素B3呢 每日的泄水量就不可以超過1000毫克 那但是基本上來說呢 就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來的 嗯 明白 那除了Nyacin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工具可以幫助那個膽固醇的問題呢 好啦 你問得非常好 其實工具有很多的 那我剛才所說的 那Nyacin那個瘀鹼酸呢 那就是300毫克 每日三次 其實一般來說呢 我們需要很重要的 必需要的脂肪酸 我們的essential fatty acid 那起碼亞米加3 起碼用它一公克 那配搭200毫克呢 就亞米加6 那就是這個 就是3對6呢 3要比較多些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食物裡面呢 就缺乏3的 OK 那維他命C呢 1-3公克 都比較多些 一隻1-3克 那還有呢 維他命E呢 維他命E呢 400-800的international unit 那還有一個呢 那還有一個呢 我們叫做左船育鹼 又叫育鹼 叫做L-canadine 那L-canadine呢 那L-canadine呢 我們通常呢 是幫助我們心臟肌肉的 那很多的運動員呢 發現用了那個L-canadine呢 他的心機的運作是好很多的 那另外有一個 記得是泛流酸胺呢 叫Pentafin呢 那這個也是一種可以幫助 就是處理那個高膽固醇的天然的廚房 那當然呢 不要缺乏運動啦 是不是 運動很重要的 那還有呢 配合一些低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就是在那個澱粉質的方面呢 盡量呢 都可以減得到呢 就盡量在這方面切小一點 那這方面的食物呢 譬如果仁啦 那個Hawaii果仁啦 還有大蒜啦 大蒜也都是很好的工具 那還有呢 是那個橄欖油 那個olive oil 那這些全部都是一種非常之有效的工具來的 那我們除了B3啦 維他命C啦 E啦 奧米加3啦 都會對那個膽固醇 另外在食物方面 我們還可以吃多些果仁啦 蒜啦 或者是橄欖油的 都會有幫助的 是的 沒錯 那剛才袁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那麼多關於高膽固醇的自然醫療的方法 處理方法 那大家就不需要擔心的其實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阿姨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是跟大家分享同類療法篇 我們繼續上一集 即是幾集之前 我們跟大家討論一個英國很出名的醫生 Dr. Condon Burnett 他就寫了一本書仔 那這本書仔就是講五十種原因 我為什麼成為同類療法醫生 那大家知道 Condon Burnett 是一位 本來是一位西醫 也是西醫醫學院裡面的 是教授級的西醫 那他為什麼會變態呢? 由一個普通的西醫 變為同類療法醫生呢? 那但是這個故事大家都記得嗎? 我記得這個故事 那他起初是他的朋友 有一個兒子讀完西醫的 那他就…這個朋友就帶了他的兒子 去見這個醫生 那但是這個兒子呢 就很傲慢的 那他就… 他就直接走了 就不理他 那…他就… 有五十封信給這個兒子 就是講他為什麼要成為這個自然療法醫生 那你始終呢 他有一個大人有大量 那他雖然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國會議員來的 那其實他朋友是一個兒子 就是畢業了醫學 畢業了 那去歐洲 很多探訪很多醫院 那想著自己很聰明 那他朋友的意思其實很明顯 就是希望這個叔叔指導一下這個兒子 或者介紹一下和他療法 那當時這個兒子就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直接罵了康德賓 他說你是騙徒來的 你是個容醫來的 那直接聽都不聽 他就走了 康德賓就說 那康德賓就說 哎…就是我就… 那好吧 我就寫五十篇 五十封信給他 那每一封信是聚述 就是我為什麼 成為同學療法醫生的 那第一篇呢 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介紹烏頭 烏頭治療那個… 那個… 那個… 發燒 就是因為受寒突發性的發燒 那當然呢 那當然呢 就是有些人說呢 如果你預生發燒都用烏頭 其實都不是一個… 就是厲害的同學療法醫生 因為始終發燒很多療劑 那他說第二個原因呢 他說呢 他說他自己小時候呢 他患有一種… 胸膜炎 在左邊的胸膜炎 OK 那他當時呢 就是一個… 他住的地方 那個… 那個… 村鎮的地方呢 有一個… 有些藥房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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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就… 用了很多的方法呢 差點整死他 差不多癒死他 但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那可以說呢 他自從小時候呢 他一直呢 就有一種… 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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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呢 OK 那其實… 那他去歐洲 他都試過很多的 所謂出名的醫生 記住 康德佩恩本身是一個西醫來的 他也是一位大學教授來的 那所以他當時呢 他也有機會去歐洲呢 去認識了不同的那些名醫 那其實沒有一個人幫到他的 OK 那大家都說呢 這個是… 那種什麼小小的 哼從小於發覺炎 那lingt kind all bad 像很多的那些用梯在那裏 那黏著了那個內臟 啊 那筆細亞各種那些… 那些… 那些… 那樣啦 那樣啦 那樣那樣生呢 那樣了 那樣子呢 那也是… 那…… 其 lui呢 那庶好良 bueno 那牙圓的… 那 beginner 都是目的 其实只靠信心也没什么用 信心在这方面是完全帮助不了 我看过一般正统的西医 他试试其他方法 有些叫水疗师 当时水疗师一般都以为有些容易骗人 他当时用一些很热、很冷的方法 我们公司也有用的 有时候冻热地来敷 都弄了很久了 也有时候用冻的毛巾包住 那些叫wet sheet compress 包住一天 跟着不同的蒸汽肉、土耳其肉、苏联肉 可以这样说 完全对他这个疚患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他就再试一下 食疗、用great cure 就是喝葡萄汁、葡萄芝汁 或者喝一些简单的 用红酒、面包 其实很多食疗方法、饮食方法 其实都没有办法改造他 他不是不试 他有很多方法都试过 于是他就开始转研同类疗法 他就看到这些同类疗法医生 所谓同类疗法医生 他们对于我们这种黏膜 我叫做serious membrane 一种黏膜的发炎 胸膜炎 他就提出了一种药 叫做brionium album 叫做欧树 欧树 我们翻译叫欧树 它是brionium album Album是白色的语字 也有人翻译叫做白树 总之是一种植物 他看了这本书 他说应该治疗这些黏膜炎 就是serious membrane 那种化炎 brionium album 应该是最好的 他看了这些资料 他就开始复食疗剂 他说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左边以前的不适的感觉 完全好了 治疗之后 就再没有发作过 就是他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这样说 这个可以说是我第二个原因 我成为同学疗法医生的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说 Bionium这个同学疗剂 是帮他医治好了 他这个左胸的胸膜炎 这个由小到大 困扰了他几十年的 短短在两个星期之内 用Bionium album 就医好了 大家知道 胸膜炎是很痛的 很尖锐的 很痛的 通常胸膜炎的发作 你是不敢动的 知道吗 你一动或者呼吸大气 深呼吸 就成了一种尖锐刺痛 不敢动 尖锐刺痛 这个就是Bionium的病症 主要关键症状 我叫Keynote Symptom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的症状 如果你说真的 你又不幸 遇到这些这样的胸膜炎 我叫Puracy 医学上叫Puracy 你用这个疗剂 基本有95%的机会 这个疗剂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大家都 有时候他说 他试过很多工具 在早年 其实什么都好 我们都听过 白猫黑猫 总之触到老鼠就很猫 我们都不太关心 这个当时的治疗是什么治疗 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 导致它成为同一疗法的原因 大家要记住这疗剂 是欧如酸Bionium album 是的 Bionium album 好了 他跟着之后 他有很多机会 是用这个疗剂 和污头Aconi 他认为这两个是主要的治疗 胸膜炎 或者风湿症胸膜炎的主要疗剂 污头也是 大家从上次说过 污头的阵营来得很急的 也会很痛的 通常是受寒 一个很寒冷的地方 天气之下 那个病者受了寒 导致他的毛病 包括胸膜炎 好了 他就说了 接着他聚出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 他说很几年前 他突然之间 有一个有钱佬 住了城市的有钱佬 他得到一个病 要求他出诊 他说原来这个人 几天两天之前 因为要在开会 在回家的途中 突然之间受了寒 病毒了 他就照着污头带来帮忙 当时他看到 是什么阵营呢 就是风湿性的胸膜炎 这个人就是风湿性的胸膜炎 去到那个时候 这个伤人的太太 就立刻和污头带来说 他说 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朋友 都叫他千万不要 找一些同学疗法医生 去治疗这些这么严重的病 好 他说这些病 比如医治一些女人 小孩子 没有问题 但你不要找医治疗法医生 医治你的老公 因为性命有关 他会有很多疗疗法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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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他老公的疗疗法医生 他就用这个方法 他当时开放了两只药 就是乌头 Aconi和 Brionia 这个欧树鱼 就是开放了两只药 第二天 他已经痊癒了 痊癒了 痊癒了 也没有那么疼 除非他动得很厉害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就跟他说 医生 我有个朋友 某某人 住在附近 这个朋友说 他有肩周炎的问题 他说 我这个问题 也不会找同类伯医生 他说 他朋友劝他 你不要再找 Quantum Burnett 你试试找我这个朋友 通常 他就跟Quantum Burnett 这样说 这个朋友就这样劝他 Quantum Burnett 回复说 不如你告诉这个朋友 我在几天之内 会医好你 你可以上班 如果你在上班的路上 是经过你的朋友的家 如果你见到他 还没有医好的话 那你不如告诉他 就是你的经历 是吧 大家 所谓的 大家知道 那好了 果然 没多久了 Quantum Burnett 这个病人 就好了 就回到他自己的 回到他自己的 回到城市的工作 那就 又听Quantum Burnett 说 经过他朋友的家 真的走进去 看他朋友是怎么样 发现他这个朋友 还是很痛的 还是痛到不得了 其实就已经病了很久很久了 有些人这样说 Quantum Burnett 很多人都这样说 你医好了 其实你的病不是真真正正的胸膜炎 胸膜炎很难医的 有些人就告诉科迷病 科迷病说 其实你怎么可以说我判错证呢 一方面他自己一个医生 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胸膜炎两次 他曾经有一次是臥床成十二个星期 当时他说他读医学院 小时候其实在读医学院的时候 他因为这个病是臥床成十二个星期 他什么书都看完了 什么有关胸膜炎的书都看完了 因为他自己身受其害 他怎么会不转言这件事呢 所以所有的医院里面的专家 看过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个是真真正的一个胸膜炎 OK 所以就不是说他医好了自己 用那个欧树的问题 不是真正的那个病 好了 他接着说 我继续讲回第四个原因 说三个原因 他说回他病人的朋友 他当时原来有什么病呢 他是有一种痛风 OK 通常痛风是大脚趾的 但痛风可以影响其他地方 当时痛风是影响他的肩膀 痛得很久 那结果怎样呢 那那个病人因为始终医好了这位人士之后 他都死死去就找回看康德勒奈克的 那康德勒奈克就用了三种疗剂 就是Brionian Album 那个欧树瑜 和Chadonian Major 和硫磺Sulfur 他在几个星期之内 完全就把这个病呢 就是治疗好 那可以这么说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学得越少,就是学得越快 很多人有很多记得的旧观念的时候 会往往是妨碍一些人去认识新的事物 这个就是ContemplarNet的讲述是第四个原因 为何他成为同类疗法医生 明白了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ng.com.h